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2月29号礼拜四 那么也好难得 几年才有一个2月29号 那么好了今天收月线 大盘在高档的震荡区间 这是我们过去一直跟大家报告的 然而我们要开始准备迎接3月份了 决胜3月天各位你准备好了没有 这个大盘还会涨吗 不重要股票会涨就好了 恭喜大家 这个很多股票 之前我们都在产业先锋队的周末版 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包括我的盘中直播 包括我们在东升的股东前朝的连线 那么到今天呢 大家可以发现到了 原来这个币案这个完毕之后呢 果然是所谓的利空出境 中芯店供到了171块所涨停 创新高好吧 那来看一看之前到底有谁 套在那个时候云报甲车币案这个地方 那个都不重要了 现在股价已经创高了 而且呢气势正旺 那么旺到什么情况呢 所以拉动了所有的重电族群呢 而且我认为这整个会扩散出去 包括亚利那么MSCI新增的这个小型成分股 那么今天的股价呢 原本呢是要攻上去挑战三位数 你觉得亚利会到三位数吗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过去就讲过 我说其实你要去看落后补涨形态的股票 只要指标出现 后面这整个族群会跟着上 而且这越涨越狂呢 尤其是华晨 你在观景币呢 然后呢华晨来到高点之后呢 还在高档啊 各位这个是重电股啊 好吧那既然重电是这样呢 那电价调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重点吧 那么现在这样子往下走的话 今天收完月线 明天进入三月份 现在陆续很多公司在公告 公告什么呢 我去年获利多少 我配发股息多少 这个非常值得参考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礼拜六的产业先锋队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美感要注意 然后呢你该怎么去选有机之谈的股票 今天从盘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了 如果大家看到AI似乎有点指纹的 然后呢虽然重电在这边攻击 那么我们看到比特币概念股也在开始攻击 好吧过去讲的一些股票 包括你看哦 即便是AM零组件 哇震荡这么大 创高之后拉回 哇又翻上去了 天哪 哦这个量好大 来 很热门的股票都是这样的 中兴电在这个放假前呢 居然是当冲王 你们想看看当了当冲王 在放假前的礼拜二 大盘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还在持续的往上走高 而且呢它又是当冲王 这个短线到底有多热 结果呢法然呢一缸子全部都买进的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当冲跑完了 大家开开心心的就回来就会涨停 好吧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来先看一下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要先跟大家讲 恭喜大家 我们再说一次 我现在所拿出来的抠讯 我现在所拿出来 等一下拿出来的课表 百分之百真实 如有造假 本人就退出股市 好吧那先跟大家讲 而且这个中兴电的基本面 你大概之前全都看过了 那么我们已经追踪了非常久了 2月29号10点53分 中兴电量分涨停 恭喜大家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 这个包括了这个 提威西 2月27号的提威西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提威西今天再创高 好了 重点来了 那么到今天2月29号 我还没收盘 不排除等一下还会有量分涨停的股票 这13个交易日里面 有18根涨停 这是2月29 中兴电 大家来看一下中兴电 中兴电跟市电就好了 大家请看中兴电 中兴电 2月26号 来再看哦 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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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威投控 所以在布局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所谓的重电族群 在电价涨价的效应下 我们都在布重电 好吧 那布重电 好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呢 过去呢 我们也谈过非常非常多的股票 所以我在今天呢 我们在看到很多公司在发布 比如说我举例 以AI概念股来讲的话 大家会思考说 哎呦 那种像广达啦 伪创中股票到底是不是 还要跌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不是能够直稳 我先讲整个AI的效应 AI效应扩大以后 当然很多股票都拉上去了 拉上去由于最近的强势股票 并不在AI 我们先讲它并不在AI 因为强势股票发起攻击 你看重电都可以这样子来玩 这是有关于传产的部分 都可以这样子来攻击的 当然在AI的部分呢 它的力道会薄弱一点 我们再回头来思考 整个AI在盘面上的焦点 除了AI之外 我想另外一个叫做资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非常重要呢 如果AI盛行 那么后面要跟着来就是资安 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公司 都被骇客入侵过 最近最近的消息呢 是见准也被骇进去 那好 资安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资安在去年 这些资安概念股的 营收获利都相当不错 我就举它为例子好了 以01为例子好了 以资安的一个代表性 股价又不会很高的 本益比现在16倍左右 来 去年01赚了4块半 比它前年赚的还多 它现在配息的宣布配息是配4块 赚4块半配4块 你觉得好不好 我觉得相当不错 而且股价呢 今天呢 挑战前方的高点 好吧 75块5 来 这边量很大 但是过了没 过了 再震荡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高点呢 是近期的高点75块半 今天最高冲到77块7 也就是如果我在这边套到的人 今天都可以产生解套 所以有什么 我有获利解套卖压 但重点来了 我现在讲的是跟殖利率有关 殖利率一定跟股价有关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现金股息 除以股价以后 我们会得到殖利率 好 一般来讲 现在要求是4% 4% 4%以上就相当不错了 好 那我们去接着看 像这种股价 明显还没有发挥的 因为我赚4块半嘛 大家用本益笔去换算一下 有没有机会今年走高 有机会今年再走高的情况之下 股价就不要去设限 我跟大家说股价不要去设限 为什么 当你股价一设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 全部被你卖光光 这个股票应该不会怎么涨涨涨涨 中兴电我告诉你 我跟大家讲 我接收到的就是这样 中兴电什么时候呢 我先问大家 在这个时候 刚冒起来 什么地方 146攻击到146的时候 有超多人在问 为什么 当时云豹假车 闭案就从这个位置 变下来 有人苦手寒咬 守在这个地方 终于来到解套位置了 就问中兴电到底可不可以卖 结果他现在来到171 所以当时你抱这么久 你的思考的逻辑一定是 哎呀 我终于解套了 他可能又会回下去了 好 我从头到尾 包括盘中直播 包括我们盘后的节目 我一直都跟大家讲 我说中兴电是非常有潜力的 而且如果去年 我先讲去年 没有云豹假车闭案的情况之下 中兴电的获利 其实会跟华城差不多 哎哟 于是乎当他叠下来的时候 我又还特别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应该资源收盈 这个全联也进来 当时我讲这段故事 给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品牌的色彩 他能够去 当时去力挺中兴电 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而且你要看整个产业面 个体里面的产业里面的结构 业务内容 你终于会发现 除了变电器 变压器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加油站 再加上什么 轻能 我觉得这几个就足够了 所以还有电厂 所以各位来想象 四月电价调整 我觉得好像是已经跑不掉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呢 现在大概发起攻击的情况之下 有好多好多的股票 在往上攻 那么攻击的时候 他会带动什么 带动那一些还没有动的股票 举例 比如说康书 题材一大堆 结果还往下跌 结果跌下来以后呢 开始呢 又有人开始注意这种比较低价的股票 比如说什么大雅之类的 你就会发现 慢慢的领头羊出现之后 这一些股票的买盘也开始加温呢 为什么他会加温 因为他没涨到 同样带有这样的题材 可是我刚好形容过一件事情呢 为什么市电这么会涨 华城这么会涨 所以二哥涨完了 换涨谁 涨中兴电三哥 合理正常 三哥掌完了掌四哥 四哥谁 雅力 不能叫四哥 叫小弟 所以重电四雄排序下来 华城当指标 市电跟着上 这两家公司 对他们的所谓的变化器的产品的外销 是琢瓦是琢磨很深 如果这样子来看 除了台湾本土之外的台电强任电网计划之外 当然我们销到美国 美国的电力基础建设正要展开 所以这才是重电的机会 所以中心电有没有 也有外销的部分 所以各位 那就来了 那好吧 那当我们看到 哇那个怎么买啊 那个涨那么高了 你根本就没办法下手 会什么 转向什么 比较便宜的股票 他就会变成什么 族群的联动 族群的联动 你这样子看一看 大家请看 市电最高的时候 是来到这个 现在又差不多要来到高点了 185.5 今天来到现在 刚才来到185 不简单吧 我过去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你看华晨的股本26亿 可是一来到中心电 市电的时候都是在50几亿 50亿 股本就放大了 所以它的量能会比较大 但是重点来了 因为华晨被抓去关嘛 关紧币嘛 所以基本上 关紧币还维持得这么稳稳的 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看 当中心电亮灯涨停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99块的亚历 你看它会不会亮灯 好 你看它会不会亮灯 我们现在还没有收盘嘛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MSCI的调整成本股 是在今天的盘后生效 229 收完盘生效 所以未来的法人有没有机会 甚至有人掀卡位的 有人掀卡位的进去的说 你竟然要生效了 你也列入这个新增的成分股 小型股里面 所以有机会吧 这件事情是在东升股动前朝 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佑达问我 主持人佑达问我说 那亚历我们可以操作吗 可不可以操作到 他这个还没有生效之前 都可以操作 可以 我当时回答就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 我们的连线的这个画面的节目 今天创高99块半 你有办法想象亚历 来到将近100块吗 你无法想象 那这个更不要想象中心电 从跌破100以后 拔到170 你觉得他结束了吗 就像当时的华晨 来到300 400的时候 你觉得他结束 我觉得他根本没结束 这就是所谓的标标标 怎么标 这个话题性十足 而且真正有时机 手上在手订单满满 各位我问你 手上在手订单满满是谁给的 台电给的 所以台电这个叫政策性 它跟通膨有任何关联性 一点关联性都没有 所以外在因素 根本干扰不到这群族群 所以理论上来看的话 这个是非常安稳的一个投资 如果说今天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大家在思考说 那奇怪 那看起来是AI概念 是不是应该要加把劲 要赶快回来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广达 它跌到哪里了 228了 各位 我想象 我先想象一下 那个跌破月线之后 节节败退 然后好像下挡拉了一个支撑 可是短线量能 它是缩的 伪创 短线量能是缩的 而且缩的很厉害 也是一样的情况 好了 各位那就来了 请问他们有办法复活吗 如果有AI概念 这一类刚才讲过 server的这一群股票 我们是要续报吗 续报 这样还要续报 那我先问大家一下 我不知道你的成本在哪里 如果你有AI概念股票 说卡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不可以卖还是要续报 麻烦欢迎 请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言 看看你拥有AI的什么股票 什么价位 几张 好不好 你告诉我 我来帮你看 有时候我们在跌的时候 会跌到一个 你看到别的族群在涨 你的股票不会动 你会非常的急 对吧 急得要死 早知道我就 卖掉一些转过去 这个故事我早就讲过 你A股票 正在墙 我们可以买它 但B股票套牢 如果在适当时期去转换的话 把它停损掉 把资金抽出来 转进A股票 所以他赚的钱 他可以弥补这边的损失 那这个是在一定的range里面 就是说你不能赔太多好不好 我今天赔个三四十块 结果我那边赚十五块 那你还是赔啊 所以我卖掉他来这边 是少赔一点啊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要在那个成本区间 在那个位置 我没有太大亏损的情况之下 我卖掉 转进这个我会赚钱的股票 那各位那就赢了 有那么容易吗 是没这么容易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那你要行动才行 不是说每天在那边看 早知道我就讲没有早知道 我跟大家讲 真的没有早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早知道我现在跟你讲 麻烦各位礼拜六 麻烦请看我们的 这个产业先锋队周末版的节目 为什么说你一定要看 我刚刚有讲过了 来到来到三月份 就是明天的开场 是三月天 大家想三月天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我刚刚也形容过了 你现在所看到新闻 开始丢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就是 我去年赚多少钱 对吧 然后后面是什么 决议你配发股利多少钱 就是现金股息 大部分你看到都是现金股息 现在很少人在配股票 那有啦 有的是一半一半 有的是现金比较多 股票很少 有的甚至现在这个现金减资 像系统一样 现金减资 我现金退还给股东 我要瘦身 瘦身这件事情 从国具身上就看到了 过去国具的瘦身 确实他现金减资 现金减资 把股本一直减 他才有办法提升获利 这个是公司的方法 现金减资 好吧 把现金退还股东 然后瘦身 那今年会不会再出现 还会出现其他公司 会有这样的情况 唯有把你的资本额 把你的股本缩小 你才有办法提升你的获利 这是股本太大 没有用 我干脆把现金还给大家 好 既然如此 我们这样讲到了 说三月天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要密集观察 公司派的这个消息 对的 那我在 我记得礼拜几 礼拜二 礼拜二我们在 东森股仲前潮的时候 我有教大家 这个又问我说 我们到底怎么去看 那种有机之谈 你记得吗 我们在年报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是不是看到前三季的获利 我们前三季的获利 去比较这个2020 2022年的这个 前三季的获利 叫去年同期相比 它已经出现成长 甚至超越2022的全年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2023年 你的获利一定很好看 在这个情况 你就要去思考 过去这家公司 它是怎么配发股息 它配发率高不高 如果过去 它的配发率都很高 就是说我赚的钱 我大部分都配出来 80%以上 那么好 配发率高的情况之下 它容不容易填息 如果配发率高 如果容易填息 各位 它会形成一种有机之谈 什么意思呢 你过去的历史 就是轨迹是这么走的 所以当你今年 当你去年 你的获利又赢过前年的话 那么你配发的又不错的话 股价还没有充恨反应的话 各位那就是有机之谈的开始 碰 股价要整个上去了 为什么要这样比较 你很多公司你拿出来 你根本你股价在高高的 结果你获利差 配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告诉你 那就是一次调整 大盘来到高点 然后我们要看到股价的调整 就来自于什么 补涨效应 所以三月天好做吗 好做 但是三月天要尽量挑什么 有机之谈 为什么 第一 你看高档对吧 是不是在高档 是在高档 没有错 指数在高档 指数算不算强势 算强势 因为还在五日线附近 他算是个强势 整理强势 高档震荡区间 区间是往上的意思 好 那我们先不管 他回到一万九 甚至要挑战两万 全部都不管 你知道我们去年 全台湾的上市会公司 他们创造了非常好的获利 这些东西配发到股息以后 等到大家领到股息以后 就是第三季了 也就是我们的资金量 是非常饱满的 好 如果现在你看我们的农年到现在 大家几乎很多人都是赚钱的情况之下 思想那些分配出来的股息 再回到台湾股市 那是一番荣经 所以 今年在农年台湾股市 我觉得 是应该要看好的 不要看衰 那有人会说 哇那个都涨得很多了 你要找没有涨到的股票啊 是不是 找到没有涨到的股票 多不多 多 哈 盘面上大家都涨成这样的 你还说 多 真的多 我来告诉你真的多 为什么 我先问大家一下 涨的时候通常是族群概念在拉动 比如说细光子 CPU 啪一个族群拉动 比如说设备股 啪一个族群在拉动 对吧 那族群拉动里面也有落后的 还是有落后的 最后大家在想什么呢 在想一件事情 到底获利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机会 所以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族群性 非常的广泛 广泛到什么样情况吗 比特币这些概念股在走 什么充电桩的 充电桩的这个设备的连接线的也有在走 所以呢这个能源股有在走 所以今天看起来相当不错 那相当不错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在思考一个 如果你今天没有去买股票 各位我来想一件事情 那么明天你会去买吗 那股价又走高了怎么办 走高一定会碰到什么 震荡 我今天买的我明天可以不可以卖 可以 所以你拉高的时候会碰到什么 看到震荡 会K下来 又拉上去 因为有人买 又有人买 甚至当冲的进来买 以今天量能预估3000多亿 那个水准是相当漂亮的 我现在先讲 3000多亿都维持在这个水准 大家来思考一件事情 你很难得看到连续 这样3000多亿的维持好好的这样的水准在这边 各位来想象一下 台湾股市的空间在哪里 台湾股市的空间是来自于话题概念 基本面 这些产业面 所以呢当我们没有听到电价调涨 或许这一些所谓的电力概念 能源概念没有这么强势 但我们一听到电价要调涨 那么你会想到有一些做这种电厂的 或者是这种重电概念 也是有机会 题材全部灌在他们身上 如果你要去看 你要去拿去年的获利来看 你就会发现如果确实如此 可是你也不禁会思考 这样会不会涨太多 不是啊 如果你说觉得它会涨太多 我问一下 那究竟中兴电这样的股价算不算高 你这样看 本益比怎么49倍了 来我们来看华城 500多块 本益比71倍 你真的买得下手吗 买不下手 那我问你 他放出来以后 他还有机会再挑战那个前方的高点吗 568 好吓人 我跟你讲 他轻轻的一动 大概就飘上去了 重点是 你要关完紧闭出来 所以当华城在关紧闭的时候 空间都让给了这些 二哥三哥小弟 所以他们开始 活蹦乱跳往上涨 而且这里面当充超多的 你觉得中兴电今天的量 我再看一下 上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礼拜二 他十万张的量 到现在目前有录影的锁起来涨停的时候 还有八万多张的量 所以量能非常的饱满 如果你是今天做当充方向做对的话 随便你赚 开盘就买 你说没有没有开盘才买 买一半根 你也是赚啊 最怕的是做错了 比如说这边放空 供上去 或者这边放空 就后面被拉上去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做多 比较好 那股票 你说 对上有些股票涨太多了 我觉得他这个根本就超涨了 所以我去放空他 你可不要忘了 我再讲一次 能够这种拉涨停的股票呢 基本上他的股本都不大 所以呢 过去我们常常在讲 卷之比卷之比 他的来源会是什么 就是看不顺眼的 看觉得超 你要什么道理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结果一路被嘎 好那我们前面看 空军啊 被嘎的原因是在于说 对 大家都想说 那个是不是太高了 所以根本没有这个价值嘛 尤其放空那种没有赚钱的公司 结果 没有想到一路被嘎 被嘎个晕头 躺在沙滩上 各位想象 既然是走多头走势 什么叫多头 大家请看我们的大盘 你去看大盘啊 你去看K线啊 这个从跳空上去 一直稳定在这上面 这在走多头啊 这不在走空头啊 这多头是什么样 在高档短暂拉回震荡整理 持续在往上 这五日线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这边守的相当不错 即便 我们的神山他没有什么发挥 我们神山在休息 还有其他的股票跳出来 来挡住 所以各位你就冷静思考 如果大型股在现在表现不是这么出色 全部都找中小型的机油股去发挥 那就对了 我跟大家说中小型的机油股在此时此刻 他是活蹦乱跳的 没有什么 就跟你讲筹码优势 如果今天 我来告诉你说 诶 那个等一下我们去买一档股票 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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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 哎呦 这股价好像有比较高了 而且他要挑战前高 队长你要确定我们要去买挑战前高的吗 好 我告诉你 什么股票可以挑战前高 你就想看看为什么他可以挑战前高 第一 一定有人买 他才会过高 对吧 没有错 那过高震荡那算什么呢 我就跟你讲了 前方的解套压出来了 前方本来套牢的他产生获利的他出来了 好那我问你 如果量能放出来 他有没有机会换手再攻 所以当挑战前高的股票量能冲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是稳定的筹码 他是要买的 那他就会留着 期待什么 后面 继续走高 这才是道理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我们现在面临前面前方有高点 所以如果要挑战过去可能会压回来整理 不一定 要看筹码面跟股票的基本面 所以谈到最后呢 仍旧是基本面的范畴 所以讲了半天 我一直跟大家提 说如果你不去看基本面操作股票的话 会抱不住股票 举例 台电强热电网计划 这个我们不是过去不知道讲多久了 所以计划里面有什么 这个你都看过 包括了什么什么什么股票在里面 重电四雄跟大家讲过 中兴电我们特别一再强调一再强调 他有什么题材 华晨有什么题材 雅力有什么题材 资安概念股里面有什么什么题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AAM概念里面这些我都讲过 这跟产业面有关 但是我都会拉股票出来跟大家谈 你当你看到那个在创高的过程 代表是所有人都在赚钱 请问你怎么没有参与呢 你就说 因为在某个过程里面看他是太高了 觉得他不会再涨了 是不是 这叫设限 为什么要设限 台湾股市从去年到今天 很多股票都在创造奇迹 也就是说 不会赚钱的可以涨翻天 那有赚钱的情何以堪 那回到三月份 明天开始三月的开始 我们就会终于发现 有机之谈的开始来了 如果你能掌握到整个产业的 动脉动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公司 他的获利层面 你可以先预判这家公司 过去怎么样 你说没办法预判 没那么多时间可以看 没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明天有强势的股票要攻击 我也准备好了 那么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说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看明天开盘 是这样吗 好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再问一次 这个我们再跳回到最前面 这个字卡跳到最前面 好 来 中兴电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创高了对不对 171 TVC 再创高震荡以后走高 对吧 再创高 好 你不要先问我 有没有卖 我先问大家 我告诉大家 我的股票 我在卖 我绝对不会在电视上讲 我怕会影响到别人 好不好 我都跟大家说 我获利调节了 我绝对不会讲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来 请看了 wow 这 不是说我要拿出来炫耀 我先讲 不是炫耀 我只要告诉你 我们曾经讲过的股票 我们有在操作 而不是说嘴巴讲讲 好不好 有在操作 有在操作 才会在这 你看到 2月份涨停的课表 今天229 所以到最后呢 还没有收盘 但是呢 我们的中兴电呢 已经亮灯创高了 对吧 搞不好收盘的时候 还有还有多一档 他现在正在很努力的 换手 好不好 加油换手 他正在换手 搞不好收盘他有一个亮灯 明天才知道了 好 明天3月1号 特别提醒大家 好 最后一天 好 好 二月二十九了 最后一天 那大家赶快把握 再讲一次 简单来讲 六个幸运数字 0 2 3 5 6 8 这六个数字 麻烦你用手机 或者住家电话的号码来对讲 起码要两个 对中几个数字 送几个月会期 最大讲三个月 也就是说你对中一个08 或者是25 或者是36 两个或者是028 如果是这样对中三个 三个月的会期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讲 请大家赶快跟上这个脚步 趁这个专案的最后一天 你去用手机或住家电话 赶快去对 碰到了 请你立刻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言 碰 加上联络电话 明天这一档强势股票 我认为他有机会去亮灯的 请你跟着我操作 我要先跟大家说 你去看我的课表 你会看到说 哇 这么好 就这么好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百分之百千真万确 真实的 造假 我退出股市 我现在跟大家说 我只要分享给大家 因为太多股票 我们都讲过了 但是呢 你未必能够去操作 你就看一看 你未必有人会带你去操作 现在机会来了 好运碰碰碰湖 最后一天要结案了 没有了 三月份没有了 请大家 把握最后机会 对中了 你有这个运气 请你马上留言 在line里面留言 还没加入好友的 先扫描QR Code 加入好友 然后在line里面留言 碰 加上联络电话 各位 明天进场 你觉得明天行情好不好 我先告诉大家 个股会非常好 好吧 跟着做 掌停板属于你的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